除了小改款的 Civic 以外 Honda Malaysia 在今天也正式发表了全新的第十代 Honda Accord 那这个新一代的 Accord 在我国备有两种车型 分别是 1.5 Tc 以及 1.5 Tcp Tc 就是 Turbo Charge 的意思 而 P 呢 则是 Premium 在配备上 这一回新一代的 Accord 除了 Honda Sensing 现境主动是安全配备以外的 还多了几项我个人觉得蛮实用的功能 像是 360 度全景摄像 以及一个被称为 Smart Parking Assist 的 智能巴车辅助功能 那话不多说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新车介绍 那我们就先说一说外形的部分 这个新一代的 Accord 和上一代的 Accord 完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非常流线型的 Fastback 设计 这就和它的小弟 Civic 一样了 那在车头部分呢 原厂导入了它们最新的 Honda Solid Way 家族式设计风格 所以 你可以看到这个新一代的 Accord 在前脸部分的 这个水箱护罩的部分是有一个粗壮的 度隔失调的 加上它的这个矩阵式头灯 搭配起来我是觉得蛮帅气 蛮年轻化的感觉的 那这个新一代的 Accord 在我国是备有两种车型嘛 其中 TC 它采用的是 17 寸轮圈的配置 至于 TCP 则是采用 18 寸的轮圈 新一代的 Accord 这一回全系都搭载同一具引擎 那就是 1.5L 的 VTEC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其实和 Civic 以及 CR-V 身上的那一具是同一具引擎 但是来到 Accord 身上呢 它的最大马力提升到了 201 PS 的境界 而峰值扭力则是 260 Nm 并搭配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这一个全新的动力组合相比起以往的 Accord 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的排气量比较小 路税更加的便宜了 在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的 Accord 采用了一个 6 倍式的设计 和以往它的防射形象截然不同 那在尾灯组方面呢 它也采用了一个和 Civic 类似 被俗称为 CR 面的 LED 尾灯造型设计 打开尾箱门 新一代的 Accord 尾箱容量高达 570 公升 以 DCM 来讲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十代 Accord 它的内装是采用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设计 那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仪表盘是采用一个半数位化的布局 一半是传统的指针 而另一半呢 则是一个液晶显示屏 有了这个显示屏呢 它就能显示更多的车载资讯 另外这一台 Accord 的整个中控台设计是非常的简便 然后按键的编排也是非常简单直接 基本上你在开车的时候要直接忙操作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旋辐式的主机设计呢 也有别于以往的 Honda 车款 然后这个大萤幕的主机呢 这回也支援了时下流行的 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 在驾驶的便利性上呢 是更加的加分的 在配备的部分 第十代的 Accord 这回总算是跟上了潮流 导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功能 像是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然后这个驾驶座的电动调整呢 也多了记忆功能 另外 Accord 以往的传统脚踏式 Parking Brake 这回也改成了电子手刹的配置 让你拥有更多的一个植物空间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的是这个中央扶手箱的设计 因为它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深 能够放置很多物件 在后座部分 除了这个比较低矮的车顶造成压迫卡稍微比较明显以外 基本上这个新一代的 Accord 它在后座的空间表现部分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尤其是这个腿部空间更是让人惊艳 而且中央这个凸起面积也不大 后面要做三个成人 基本上空间表现还是足够的 如果你是买这台车来做家用又或者是行政用途的话 我相信你会很满意它的后座表现 全新的 Honda Accord 已经在我国正式发售 售价分别是 185,900 令吉 以及 195,900 令吉 这样的售价在我国的 D-Segment 市场来说 可说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就知道大家对这个全新的 Accord 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和我们留言分享 以上是我们为这个新一代的 Accord 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